上次是说的 小智得到冠军后 收到来自于四天王西八的挑战性 小智暂时应战了 然结果却是有来无回 皮卡丘冲破崇荣阻碍 终于回到了大博士游泳所 而此时两年前 被小智最爱的少女小黄赶了过来 通过大博士的测试后 小黄便带着皮卡丘 一起踏上寻找小智的旅途 本期视频也由此展开 关东地区长白森林的河边 小黄正悠闲地吊着鱼 或许是人等太久 小黄不由地打起了哈欠 皮卡丘又逐渐不赖烦起来 独自跑森林里去了 与此同时 森林的另一个角落 宝可梦研究者郑慧 为了前往长盘社 正途步穿森林 回忆起两年前 自由地前往十云高原 看小智林比赛 也走过这条路 心中不有一些感慨 就在这个时 两道黑影走草丛中乐器 郑慧定近一看 发现是双纳瓦斯和穿山王 心思敏锐他 立刻意识到 这两年前火箭的破坏 使得森林的生态系统 发生了改变 正在大盘算着 把这一现象 写了论文发表 引起轰动的时候 又一个黑影 跳出灌木丛 快速长拉冲撞过来 躲闪不及他 被撞到河里 沉重的行李 大幅消耗着他的体力 正会慢慢下沉着 绝要见 他奴隶抬一头 看清的造成 这一事故的元凶 皮卡丘 这次皮卡丘 才把自己闯了祸 基本跑到小黄身边 诉说着事情 想让皮卡丘 不要着急 自己摸了一下皮卡丘的额头 顿时就知道事情的元尾 于是赶忙和皮卡丘 前去研究 小黄找了一条 强热的藤麦 让针灰握住 然而此时一只 气在随着海次龙被惊动 卷起了大漩涡 在这紧一关头 皮卡丘站起来 连续电子墨的电机 将海次龙 垫到头昏眼花 虽然电机起了效果 但绳子却断了 紧一时刻 小黄抢到了高材钓鱼干 他将把我梦球 绑上鱼干 就被救了上岸 智慧很感谢小黄 但小黄却让他感谢 一旁的皮卡丘 而看着这只皮卡丘 智慧明确觉得 这倒是小智的蜡痣 想去一笑的时候 却发现小黄一门心思 在高杨收复的海次龙身上 然而脱险的两人并不知道 此时此刻 离自己不远的高地山坡上 四天王克拉 正是饶有兴趣的看着他们 他也发现这只皮卡丘 这是小智与西巴尔战中 逃跑的蜡痣 于是捕捉计划开始了 另一边的研究所 小雅打电话询问大博士 为什么要将这么重要的任务 交给一个小女孩 大博士却不以为然 在知晓了小黄的能力后 他很相信这个小女孩 他将一封信放到皮刀身上 似乎是要撕毁什么人 再回到正会这边 刚把海次龙处理完伤口后 小黄就忍不住睡着了 满腔的疑问 正会也不知道问谁 看了皮卡丘在那里闲逛 于是便主动打起了招呼 皮卡 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正会啊 然而失忆的皮卡丘 确认正在套近乎 于是一发电击 让正会怀疑人生 皮卡丘这边没着落 身为研究者正会 则引起了小黄的鱼干 他被鱼干的奇特构造震惊了 再回头看海次龙 发现刚才上了脸的海次龙 已经基本全越 这跟在保姆中心 恢复的速度一样快 加上和小智投名的皮卡丘 正会现在是一团雾水 而此时 一个陌生的声音传来 勒巴拉之皮卡丘 交给我吗 克拉此时站在山坡上 一副居高的下样子 他在日白已射 齿入极光树 一顿操作 让正会冷得直哆嗦 在顺目中小黄 也跟着惊醒了过来 正会很纳闷 直接问道 为什么要正对皮卡丘 克拉黑黑一笑 你们知道小智 和四天王西八的战斗吧 和四天王战斗 不管他有什么联盟的冠军 也不会是对手 只出了个意外 有个东西 从队案中逃了出来 回到了阵阵阵 说着 他找皮卡丘瞟了一眼 四天王的战斗 不容易点瑕疵 不能放过任何爆个梦 这番回答 恰恰的正会心中的疑惑 果然这皮卡丘 就是小智那只 但来不及多思考 克拉以及指挥白矮射 再次袭来 这些胡乱攻击 其实我也给自己知道一条 从山上下来完美拼落 眼看着克拉就过来了 想要立马换出嘟嘟 利用他尖利的牙会 把冰块拼成两半 在施行立时 折冰块反朝着克拉飞去 克拉再不会被这种攻击伤到 百事轻松击碎冰块 巨大烟雾 瞬间里漫整块炒地 小黄和正会趁此逃跑了 山洞内 小黄告诉正会 刚刚克拉所说的 都是事实 正会很惊讶 是为冠军小智竟然输了 但立马又回过神来 问小黄到底是谁 小黄告诉正会 是大模式伪流自己 带了皮卡丘来找小智的 正会觉得这一切 实在太乱乱了 光明一个小女孩 怎么可能战四天王 然此时 小黄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说小不小的 克拉那边 已经展开了行动 嘎吱嘎吱的声音 越来越响亮 正会意识到 克拉已经大致 发现两人的藏身处 希望通过到处攻击的方法 把两人引出来 此时 一声巨响 他们所处的山洞顶部 露出一个大洞 巨大的冰块 封住了两人的唾弱 将他们困在洞穴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冰块散发出的寒气 不断侵蚀着 两人的心理防线 洞穴底部的锋利冰锥 更是有了寻在头上的 达摩克利斯之剑 随时可得坠落 正会向小黄体验 能否像之前那样 让嘟嘟把兵拙看 小黄思考变客 摇了摇头 我们只要出去 就会受到飞弹攻击 而且我们锁出的位置 也会暴露 眼下 不能强行突破 只能从咒里入水了 只会顺着小黄 手指方向望去 那里有条裂缝 透着光 可是风机太斩 人根本无法通过 看出了正会心理的疑问 小黄微微一笑 将皮卡丘收回保姆球中 淋在鱼杆上 将球从封印中扔了出去 随时紧接着克拉 第一时间发现异常 刺甲备和白艾士的攻击 同时倾向一下 居然攻击 要到达了一刹那 想用机制拉动鱼杆 将皮卡丘的球 收回裂缝中 接着想用俯博这皮卡丘 喃喃自愈 敌人是鸟制宝梦 这些威力巨大冰飞弹 是刺甲备的尖刺加龙炮 和白艾士的极度光线作用的 那么 这张集的球一直暴梦 冰飞弹就不能使用了 这位提脑很是惊讶 向他询问 为什么能知道 皮卡丘看了几项 想及得到 自己能略微感受 保姆的心情 时间过去很久 在对手克拉 人不慌不忙 因为他知道 连不可能在自己 严密的坚持下逃走 留给他们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果然 一个保姆球 再从山洞中扔出 白艾士的刺甲备 第一时间向他 发出了冰飞弹 准确的命中的保姆球 掘取了巨大的烟雾 然而 就在克拉未免中的目标 爱心里的时候 又一道深眼 从烟雾中窜出 相后的正会 正奇的嘟嘟 冲了出来 克拉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回头一看 被击中的保姆球 发现是空的 这才明白自己中击了 握着能让他来自自己愤怒 皮卡丘已经冲到面前 一发惦记起来 虽然刺亚被 即使用缩壳 避免了致命伤 但效果拔去电手机攻击 还使他麻痹了 这一来 光耀白矮士 就无法发出 威力巨大冰飞弹了 所以两人 又有了逃生的机会 克拉意识到 刚才攻击 明显是特意真正刺亚被的 他们在出动之前 似乎就明白了 只要封住其中一个保姆 就能阻止冰飞弹 抱着这个疑问 克拉老羞成的 向小黄发起了连续攻击 真会提议 让嘟嘟发起反击 但是小黄却说 快跑 我打不过他 还真会确认为 小黄只是不想让自己 和敌人受伤 真是个奇怪的孩子 克拉也意识到了 眼前的对手 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学家 他让小黄 爆出自己的名字 小黄还真的回应到了 小黄 带长盘听向 另一边 很久的小兰 通过胖丁 通听到了这一谈话 直接吐槽 傻瓜 说多少次 不要说自己的名字 不过 按他的傻乎的样子 也隐瞒不了多久 追击还在继续着 克拉的白矮士 一边追 一边用冰光 铺出一条冰落 在上面滑下的速度 竟然比以速度快出身的 嘟嘟还要快一些 眼看着就要被追上 正如小黄 只能慌不择路地 逃到水中 正会认为 这下完了 现在可是敌人的天下了 克拉利用白矮士 紧距打波浪 换出修整后 再次会有体力的瓷打背 使用极光术 将他们脚下的水面 全部冻住 就这样 连人和嘟嘟 一起随着掀起的波浪 被困在空中 无法动弹 见此情况 克拉大笑不止 他走到小黄身边问道 你告诉我 为什么之前 你在洞里 却知道洞外的情况 是因为你能 看到皮亚丘 看到的情形吗 小黄没有回答 只用精英的眼神 望着克拉 克拉见此 继续追问 你现在这种能力 达到什么地步了 是若有肉舞蹈 读懂皮亚丘 还是 能完全把握 皮亚丘过去的记忆 之前我告诉你 小赵之霸 战斗失去的时候 你的眼神就告诉我 你的那场战斗 并非毫不知情 是通过皮亚丘知道吧 你不回答 也没关系 今天不管怎么样 你都会死 就在克拉 紧张下杀手的时候 一阵硬小传来 小拉拉将冰层咬断 两人从空中 落入水中 向陨处逃去 克拉大吃一惊 立马想去追赶 然此时 一道生意 难住了他 他后的小黄 正回两人 还心有余见 这位对不禁夸赞 小拉拉避沙门牙 太厉害了 小黄得意到 这可是我第一个朋友 是个很特别的家伙 另一边 十阴高原 克拉和橘子 正视频通话中 克拉说道 这次是自己大意了 小黄这个女孩 非常不简单 万一他真的掌握了 这件皮亚丘的记忆 那我们可就危险了 原本我只能抓皮亚丘 但现在 要增加一个目标了 好了 以上就今天的 全部内容了 小黄的冒险 还将继续下去 小黄与正回 逃脱了克拉拉追捕之后 顺着河流 从随便的象中 一路漂流 来到一座 名为彩虹市的大城市 人人也在此处分别 彩虹大学 到了管主立家 在完成关于 李旺的课程教学后 来到一间办公室 拨通了小霞的电话 他平日里 只能挂满笑容的脸色 自身因为 带领小智的安危 有些紧张 小霞 记得情况如何 有小智的新消息吗 第二纳头的小霞 同样面色阴沉 告诉立家 小黄带着皮卡丘 走的事情 了解到这一情话后 立家挂了电话 利用自己到管主的身份 调用大量的人力 在采用车周围 巡用小黄的纵件 在大范围的搜查之下 很快有消息传来 再说另一边 与正位分别后 小黄带着皮卡丘 在采用车的郊外 小气着 连日的奔波 指他们身心俱疲 顺目中 皮卡丘再次梦到了 和小智一曲 与四天王西八的战斗情形 惊醒后 心神不定 小黄感受到皮卡丘的焦虑 一番安抚之后 皮卡丘终于 慢慢平静下来 他们约定 要一同努力救出小智 这时 得要消息后立家 终于带着众人赶到此处 看了眼前 气息汹汹的一大默认 小黄有些诧异 好在冲突并没有发生 在互相告知了 自己的姓名身份后 两人间的气氛 有些缓和 立家也很清楚地 表明了自己的来意 皮卡丘是目前 能寻找小智的唯一线索 他要接管皮卡丘 并让彩虹市的精锐部队 时刻保护皮卡丘 如果小黄再带着皮卡丘 独自前进 很难抵挡敌人的进步进攻 听了立家的话 小黄陷入沉默 突然 一则消息的到来 打破了两人间的沉默 有人在彩虹市西郊 看到一个很像小智的人 听到这则消息 小黄皮卡丘 第一时间赶往西郊 立家等人也紧随其后 中文很快到了西郊 出现在眼前的果然是小智 皮卡丘第一时间 冲进小智的怀抱中 小黄立家 也很热情地向小智问好 小智紧紧地搂着皮卡丘 突然靠近立家 立家便迷迷糊糊地 昏了过去 小黄发现情况不对 但已经晚了 立家已经被控制 皮卡丘也被小智紧紧抓住 竟用电机也没有什么效果 发现伪装被失货 小智也撕开了面具 竟是一个身穿白大褂的理工男 他让自己身上加入了香料 却和小智一模一样 同时也携带着绝缘装置 可以是为这次行动 做足了准备 有着立家做人质 在李贡兰的威胁下 强势的精锐部队 也不敢冒血出击 在这种时刻 排着小黄站出来 他告诉李贡兰 在没找到小智之前 自己就是皮卡丘主任 尽有责任保护皮卡丘的安全 李贡兰黑音一笑 抛出保护球 冰尼包老大 派拉斯 嘎啦嘎啦 一起向小黄攻击 自己则趁着机会 朝着城里逃走 小黄切换着皮卡丘 叫做小辣大和都督 便追着上去 这时 立家才慢慢醒了过来 聊聊到事情经过后 命令精锐部队 立刻协助小黄 发起追击 天色经济变暗 李贡兰躲在城市黑暗中 看着搜寻的人群 四处奔波 金州有些得意 向手中皮卡丘 需要着自己的经历 几年前 一个老太太找上门栏 让李贡兰抓住皮卡丘 并许说失神后 会给很丰富的报仇 并且附带着小黄的信心 而之所以同意这件事 是因为立家 把自己当成问题的少年 赶出了采用大学 之后便一直怀恨在心 接下来 并要给小黄 夺带去点麻烦 沉热道路上 企鹅嘟嘟 四处寻找小黄 突然听到一阵风声传来 便意识到 是嘎啦嘎啦的鼓动回律镖 在发起攻击 然而 又一阵刺哀的声音传来 猫啦啦的刺声 将风声掩盖了过去 这样就不能通过声音 判断回立大了位置了 李公男的攻击 还没有结束 派拉斯的蘑菇包子 使嘟嘟陷入沉睡 无法跑动 小黄遇到了大危机 另一边 立家思考着得到线索 李公男能拥有小智的气味 说明他到过 小智跟敌人战斗过的地方 并获得过衣服碎片 所以要分析这件 伪装成小智外套 而要完成这一工作 留一人比大模式更合适 那就是除了小高 小霞 立家之后的 第四个正义到晚宣传家 那个一流的科学家 想到这 立家拨通的红聂岛 到晚电话 李公男扮演小智的模样 从小黄手里 骗走皮卡丘 小黄于是 立马追了上去 可就在途中 再次遇到了 李公男的袭击 皮卡丘看到小黄 陷入困境 不过自身虚弱 朝着李公男释放着电剂 然李公男身上 穿着绝缘的长筒袜 皮卡丘的电剂 只能使电流 聚在他的身体周围 还无法造成有效伤害 而且不仅仅是李公男本人 甚至他把我梦 也都穿着绝缘材料 皮卡丘的攻击 没有任何效果 所以真不愧是李公男 想得真正做到 但是这个人渣 竟然觉得暗地 偷袭别人很爽 这兴趣爱好 简直侮辱李克尘的名声 因为帮老大 刺海深的干扰 小黄无法分辨出 骨头回飙的位置 只能一边抱着脑袋 一边思考破局的办法 也许是集中生智 小黄凝机一动 掏出两个宝宝球 将嘟嘟和小拉达收回 连在一起 这样他们就不会受到 直接的攻击了 但这样的代价 是小黄一个人 正面承受了 骨头回力标的攻击 李公男近此 大笑小黄愚蠢 但实不知 小黄将宝宝球上线 与骨头缠在一起 在骨头回力标 回到李公男的一刹那 嘟嘟和小拉达同时出现 朝李公男发起攻击 李公男一时慌张 手一送 皮卡丘就飞快地 脱离了他的控制 李公男发现计划失败 准备逃跑 然一面等待他的 是宝石海星和大岩蛇 小拉小高和李嘉 在这关键时候赶到了 作为盗管训练家 他们三人的实力 自然不容小觑 李公男满脸苍白 不过为了这次行动 他做足了万全的准备 即使对手是三位盗管主 自己也不是没有逃跑的可能 然火焰把他出现 断绝了他最有的希望 被逼无赖 李公男只好使出最后的手段 他将一些粉末 撒在骨头回彪上 只要碰到了 沾满毒粉的骨头回彪 任何人都会死 结果盗管主 一时不敢继续上前 正在场面 形容僵局之时 一个东西 狠狠撞在了李公男身上 竟然是一块钢铁 原来之前 欺负在李公男周围的电 形成静电 而不知什么时候 小拉大已经把大楼的废墟啃碎 丢丢将这些钢铁踢上天 他明明自动朝李公男飞去 就这样 李公男被钢铁压住 结果盗管主将他轻松抓获 下坡抱起晕倒的小黄 趁烦小黄在晕倒之前 就已经做好了这件部署 真是心思整面 事情终于告一段落 盗管主们告诉皮卡丘 这样所有人都是关心小智的 他可以自己选择跟随哪个人 然而没有多少犹豫 皮卡丘跑到了 累倒在地的小黄身边 蹭他的衣服 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想要看到这一场景 微微点头 原本他还担心 寻找小智的重任 叫这个孩子是否合适 而小黄已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证明了自己 接下来的工作 就由从李公男入手 获得小智下落的线索 没过多久 下坡的卡丽狗 就朝了城市北边的越剑山 狂吠起来 这时 原本躺在地上的李公男 身体却突然漂浮了起来 起完黑幕 将他紧紧缠绕 眼看了李公男就要被吞噬了 而此时 小黄听到这么大的动静 也醒了过来 但小霞却让他好好养伤 这里 将为我们这些 正义的道理训练家就行 和骑士兽 连同之前 下坡的卡丽狗一起 把李公男漂浮着的身体 压了下去 此时黑幕也就献出了真身 是鬼色 只要是保护梦在作怪 当下馆主们都放松了下来 下坡让卡丽狗 使用热风 试图吹散 是气质状态的鬼色 然地家却发现 热风的攻击方向 会波及到前面的野生绿毛虫 危急时刻 还是小黄站出来 他将皮卡丽的保护梦球 朝树上扔去 皮卡丽就带着绿毛虫 躲过了攻击 在看了小黄的这一行动后 当下馆主们 对他更加欣赏了 结束了课讨之后 众人也冷静了下来 意识到 这种人想叫李公男带走 足够进一步的调查行动 那么奇迹 一定会再次到来 果然没过多久 黑雾又再一次出现了 正在众人 打算发起攻击的时候 一只喷火龙出现 狠狠地扑向鬼色 一直将他吹散 或者撕开黑雾 还不如席下他的中心部位 这样他就别想复活了 我们贸易时隔两年再次登场 还是那么帅 他告诉小黄他们 这只鬼色 很可能是优尼熟悉四天王 橘子在操控 小暴曾与他有过交手 所以很熟悉他的作风 这问题后 才知道原来这次的对手 竟然是四天王 在解决完鬼色的事情后 小暴转向了小黄 面目严肃 告诉他 对保护过于善良 很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刚下伏了热风攻击 本来完全可以吹散鬼色 但是因为皮卡丘的行动 干扰了计划 若是小智 在就要绿宝虫的时候 一定同时打到鬼色 这样也就没有之后的袭击了 想与四天王对抗 救出小智 就要先锻炼自己 说着就要离开 小黄即使叫住了小黄 表示要跟他一起走 变得更强 看到小黄心态上 成长不少 想要小刚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为了帮助小黄变强 就会把龙龙石和橘子兽 都借给他 后此小黄感动不已 眼角都泛出泪光 就这样 小黄小黄 起着喷火龙 在众人的住宿下 消失在了天界 那么接下来 小黄会在小黄这里 得到什么样的锻炼呢 上次说到 小黄小霞小高 等中的到晚宣言家告别后 便跟随小黄开始了特训之路 鸟人骑得在小黄保姆上 一路跨过高山 越过平原 走着他们两人 经历了漫长旅途 在这样孤躁旅程中 孤蓝寡的两人 什么都不做 为了有些冷心 小黄自然是要一一 将他与四天王碰面的经历 告诉小黄 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不待 那天 他振起了哥黛拉 独自一人在海上赶落 忽然 前方水面上 出现了巨大的波浪 一只野生的水面 装出了水面 几番战斗之后 小黄收服了成龙 而此时 突然一个孩子出现 让小黄把成龙还给他 说这是他的宝梦 小黄可是很机敏的 哦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那我的宝梦球 可是抓不到他的 既然能进我的球 那就说明 这个宝梦是野生的 今天黄被拆穿 小黄开始死亡赶打了 这只宝梦被我盯着好几天了 请你把它给我吧 小黄可不是啥软心肠的人 这阵的孩子 仅仅深刻教育 告诉他 只有自己变强 抓到宝梦才有意义 但小黄却说道 我已经等不到 变强的那一天了 这番话 引起了小黄注意 原来这个孩子的鬼子通 在不久之前 被吸进的无人发电厂 于是他变想 收服力量的宝梦 前就拯救他 小黄大博士视频分化 证实这件事情 确实最近 有许多宝梦被无缘无故 吸入器的无人发电厂 大博士直接对小胞说道 干脆你去调查一下吧 小黄没有直接答应 说爷爷会再跟你联系的 便直接挂断了 大博士的电话 毕竟那里 已经没有传出宝梦闪电厂了 小黄本来觉得 没有必要去的 就得解释一下 为什么没有了 我之前在前面说过 闪电厂被火箭就炸走了 但现在 又这个孩子纠缠 小黄也不得不去了 原来很快来到目的地 一森的发电站里 这种机遇转的声音 回到在鸟人耳边 加上天色已晚 就算从一旁 窜出一只幽灵 也毫不奇怪 因此 孩子经济传着 小胞的衣巾 神色紧张 走着走着 孩子感觉背后 有一只冷风吹过 猛然回头一看 身后不知什么时候 出现一只三合一子怪 吓得大声尖叫了起来 当然 这种事情对小胞来说 肯定是小找面 他反手召唤出一只怪链 使用了下电 然而却发现 机油没有什么效果 原来是鹰爆倒下这一击 虽然攻击无效 但小胞还是不动声色 让怪力使用机器 这个技能 能让怪力 命中敌人的弱点 果然 又一次碰上过后 怪力成功把下了 一颗螺丝 也就是他的弱点 三个一只怪 立刻探讨在地上 虽然打败了对手 但是怪力的腿也受伤了 此时 因此的风再次传来 实在明显感到很可怕 小胞见此片说道 你现在还可以回去 但小胞却表示 一定要找自己鬼思通 小胞说道 发电厂有三个一只怪 知道的电属性宝梦很正常 但是用你熟悉的鬼思通 为什么会没心进来 这是事情最大的疑点 我不能保证 一定能找鬼思通 但我想听清楚 是其的真相 这时 不知道从哪里 闯了一阵诡异的笑声 据嘴在暗地就说道 你那个 是宝梦图剑吧 也就是说 你从真正大目那 出来的训练家 这个小孩也真是作死 什么啥都没说 自己就强行说道 没错 这个哥哥就是大摩是酸子 小胞见此立马捂住起来的嘴 但为时一万 巨嘴已经全部听到了 真是命中注定了 大摩可欠我不少的 那家伙的孙子 呵呵 我远处浮现出了一只耿鬼 他不由分说的 使用了黑夜诅咒 危机时刻 小胞紧急派出了鸽打压 让水炮 与卷阵墙壁 倒下了攻击 让小孩赶紧躲起来 因为这一刹大的分心 耿鬼使用催眠术 小胞中招 晕倒了过去 巨嘴将小胞 放在一口棺材里面 作为耿鬼使用石梦 这个技能 可以从睡着的人身上 吸取能量 能量一旦吸干 那这个人也就挂了 既然有无数次的惨痛纪念 表演反叛死于话多 但橘子还是开始像小孩 介绍自己和发电战的故事 多年以前 这里原来要建造一座工业园区 结果半途还废 只要原地留下无数的工业废料 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 将帮我们赶到这里 橘子的鬼丝和耿鬼 就会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的 这些化学烟物对他们来说 是极好的补片 只要这些后 小孩问道 你把我鬼撕通怎么了 橘子却答道 这可不是我搞的鬼 正附近 气力把我梦拒与的原因 是因为这里产生光化学烟物 话说这 橘子也不打算 寄与他的环保就一刻了 命令耿鬼 撒坏洗油小胞的能量 梦中 小胞梦见了自己师傅 他向师傅求救 希望师傅能跟他宝骨战斗 师傅却告诉他 虚言是需要磨砺自己的心 才能把我梦一起战斗敌人 来吧小胞 拉起你的剑 梦到这 小胞猛然惊醒 了解到 自己在被石梦攻击后 他开启了新技能 通过意念 就用传递给哥达人信息了 哥达人在张蚊子 显然在了孩子的手中 小胞图件屏幕上 他告诉孩子 就在身后背了把我梦球里 肯定有他的鬼撕通 现在要鬼撕通洗衣梗鬼 只需要让梗鬼 有一瞬间送线 小胞就能摆脱石梦的控制 但关键时刻 孩子再次掉到链子 不敢上前 在经代苦苦婆心的 艰难劝说之后 孩子终于下跌了决心 猛冲向橘子 找到了自己的鬼撕通 鬼撕一出现 就明白主人的意图 与梗鬼纠缠在一起 橘子很清楚 两者实际差距 在一旁悠哉地 观看两者战斗 但却忽视了小胞的存在 小胞已经争作了石梦 并派出了他的飞天驼狼 虽然感到很意外 但橘子却还不是很慌张 因为他知道 飞天驼狼是不可能劈开 是气体状态梗的 这可是刀枪不入的物 而此刻 小胞无意地升级了 他回答起师父的话 只要当训练家 用心理的眼睛 捕捉住敌人时 这个意识 会传递给自己的包梦 这样 你的包梦就能劈开 无形的敌人了 就这样 飞天驼狼劈开的梗鬼 举此见状 我就逃跑了 临走前 还留下一句赞叹 真不愧是 大博士的孙子 而这人这句话 又给小猫 无心的疑惑 四天王军军是什么身份 最后又是为什么 认识自己的爷爷 一切名团 还有待解开 小孩鬼色的团聚后 非常开心 小猫也欣慰 自己终于进步了 虽然小猫 也跟气体状态 把我梦交过手 结果被控制 宠人僵尸 而今天自己 终于掌握到了这一招 阵地 我要吐槽一下了 在动画中 面对梗鬼 一般系的招式 肯定是不起作用的 但是用特殊攻击 不就可以了 哪这么麻烦 只能说 猫和动漫的设定 不一样吧 最后 小猫把收复了 成了放生 对小孩说道 你想怎么办 就怎么办吧 好了 以上就为今天的 全部内容了 我是阿P 咱们下次见 上回是说道 小猫是这条橘子 曾经经过 这次 再回到主星军上 小猫这边 正日常展示特训 他喷我龙层山上 对自己认颜时 然后在飞电房 劈开 小猫哪经过 这种大场面 为小猫 不经历了一把冷汗 还这时候 小猫还查得到 这是当初在藏户室 自己就散了那只 小猫这时也发现了 便让小猫 用对战的方式收服 然后提升力量 培育他 这是小猫 对自己的第一次特训 小猫很高兴地就答应了 小猫行李是这么想的 绿宝虫最终进化型 八大胡 还是不错的 且暂时还不知道 小猫的能力 向他试试 怎么陪一把我梦吧 到了晚上 小猫心里想到 从早上开始收服 今天一天都在锻炼 以绿宝虫的进化速度 估计已经抓成铁牙俑了 然而让小猫 万万没想到是 小猫竟然 还在那里对战 小猫接着道 抱歉 我实在没法攻击他 我一直在想 有什么不对劳的方式 也能收服的办法 小猫对此也是无语 他想随便让小猫达 是有什么技能吧 然而你小猫吃惊的是 小猫竟然这么久了 还会让小猫达 会啥招式 小猫此时 有些抓狂了 经过一番周折 小猫总算是 收服到了绿宝虫 然此时 小猫却惊讶了发现 小猫的身体 突然发光了 顿时不知所措 经验疯了 小猫一眼就看出来 知道进化的节奏 而小猫却白痴地问道 什么是进化 这问题 问得小猫想打人啊 但还没打 小猫却哭了起来 原来他无法接受 小猫竟然成拉档号 模样的改变 最后哭到 直接昏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 小猫起来后 对小猫一番道歉 甚至于不知道 什么是进化 看到小猫的样子改变 一时无法接受 再不会了 小猫告诉他 如果实在不想要 把我们进化 再突然上按下B就行了 但你的对手 可是四天往二 要考虑这样做 到底好不好 另一边 一座不知名的小猫上 一个神秘的装置里 只放着七枚绘彰彰 爱想启动这个装置 还差最后一枚 声音思想的橘子对头说 放心吧小哥 你管兰智顺利地 执行任务呢 小猫对小猫的特训 还在记忆中 只用一番观察 小猫确实不想要 自己把我们进化 而且鲍鲍的理论知识 相当匮乏 必须要正在这点 进行特训 小猫与上小猫 背中团队上 关于鲍鲍鲍的常用知识 什么卡比兽啊 伊布啊 而这时 一群猴怪 正虎视在那看着他们 因为这附近环境破坏 使得猴怪们 不得不到处寻找食物 但现在对于小猫而言 这无疑是个 很好的锻炼机会 但敌人数量 实在太多了 小猫在一旁 观察小猫的行动 虽然迷藏了应对 但照这个样子 根本打不是什么结果 这个时候 小猫发现远处 这群猴怪的手里 火爆猴 并让小猫单独把眼看 并嘱咐到 等引到一对句后 再打开图鉴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小猫却是这样照做了 因为没有了手里的指挥 这群猴怪 一下子断了阵脚 小猫将他们 一一打扮 但是另一边 小猫就不太好受了 眼看就要被火爆猴捞脸了 突然一只3D龙 从图鉴出现了 小猫让3D龙使用三角攻击 火爆猴就被打败了 原来这是3D龙特性 电子空间转移 3D龙的身体 本身就有程序的 小猫利用这点 将3D龙从自己的图鉴 转移到小猫的圈上 这也是为什么 让小猫特地打开图鉴的原因 小猫正眼表扬 小猫实在有进步 但却发现 小猫已经用自己的能力 治愈好了火爆猴 并温柔地说道 我知道你是因为 必须要给大家找吃的 所以才这样的 小猫这才知道小猫的能力 每个训练家都有各自的能力 但小猫的能力尤为罕见 是极远 这远远超过其他训练家 经此一战后 小猫与小猫分别 因为小猫还没有学习冲到技能 于是小猫便让小猫 去拉遍大战船只 自己独自离开 一桌下来说道 将来你的实力能有多强 我需要看你自己的了 另一边 四天王之霸 真是一个特训 在他的特训下 杀完一只手脚 都可以伸缩自如了 面对如此强大敌人 小猫该如何对付他呢 小猫所乘坐的这座船 正是当年 小猫乘坐的那艘 圣特安努号 在这里 当年小猫遇到了 俱乐部会长 也在船上 他现在已经迷上 把我们战斗 且让自己的大嘴雀 使用了聚宝钩 这本来是特定的宝钩 才能学会的技能 这里不知道他 使用啥手段 竟然让自己的大嘴雀 学会了 用聚宝钩 老爷是成功脱了皮 然登上了这艘 自己梦寐以求船只 那位同时在这个船上 虽然再让和这个会长 打了交道 果不起来 因为船上突然故障 小猫会长 几乎同时去调查原研 于是就这么认识了 当小猫突破了出 皮亚丘的名字时 会长立马意识到 这然是当年 小智身边的皮亚丘 听到小智哥哥 小猫立马打起了精神 然火箭队此时 已经占领了 圣特安努号 话说啊 火箭队两年前就已经解散了 怎么现在又出现了呢 原来这三个人 是当年只属于三干部的队长 说简单点 那就是残党 他们聚在一起 就想向世界宣布 火箭队复活了 对此 我强烈不认同 没有百慕老大火箭队 是没有灵魂的 小猫也说出我类似的想法 我是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小猫此时站了出来 否则想验证修行成果 他让所有的把我梦都放了出来 原来看到这个阵容 把一人心里 已经撒了判断 这肯定一不了 看到小猫的阵容 火箭队也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说道 我就陪你玩玩吧 瞧 火箭队派出的阵容 是阿博蛇 双大瓦斯 苏利派 和呆干兽 这就厉害了吗 不就半一八两吗 小猫只为自己的宝梦 分散攻击 张老爷 火箭队都很意外 火箭和宝梦见状 上去围攻他们 然此时 船的摇晃 却越来越激烈 小猫意识到 要先保证成果安全才先 于是 想让嘟嘟使出旋风 想被火箭队裤 拉打和绿宝虫 都吹跑了 火箭队也过得这么多了 也看船就要翻了 那就破罐子破摔吧 他要戴在手 直接手捏捏 这船上所有的人 都掀了出去 然而在苏利浦 使用瑜伽姿势 让他们复在空中 这波操作很稳啊 另一边 老爷爷看着 就要掉在海里了 突然绿宝虫 使出了丝线 将缠绕起来 这丝线就跟 军容圈一样 让他浮在水面上 正前天上去的乘客 也都已经坐上了救生圈 这就是小红 为什么将绿宝虫 吹跑的原因啊 突然火箭队这边 感受到脚底一阵闭尿 原型的兽 在使用集中光线 火箭队一名成员 比较指挥苏利派攻击 但立马被队友阻止了 傻瓜 你虽然用苏利派攻击 让我们不就掉下去了吗 可是不攻击的话 冰块的重力 也在让我慢慢下沉啊 就这样 三人同时在海里 火箭队被气上了 只会拉不外 双双瓦斯攻击 小红一个不小心 差点就被打了下去 还有这个时候 龙鱼鱼急蛇拉住了他 之前被吹飞了拉达 此时也开始动作了 他要巨大难甘咬碎 眼看着就要 砸到火箭队的人身上 小红问他们 投不投降 不投降 那龙鱼鱼就放手了哦 这次火箭队只好忍在了 枯页市港口 刚才啥都没做老爷 开始捡到了 你们这些坏家伙 让我给你们最后一剑 看我的巨宝弓 哈哈 都被我收拾了 小红在旁边 看得直尴尬 从小红这 老爷已经知道了 小智失踪的消息 说着就要告诉小红 曾经小智的故事 但在此之前 要先跟小红讲一个 关于孤夜市的传说 下集预告 孤夜市的传说 到底是什么 在这片海域中 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关键度 也已经迫近孤近市了 小红和他的对决 即将一触即发 上位说到 小红打倒火箭队残倒 都被老爷 曾经扫这故事 而这就涉及到了 孤夜市百年的传说 普通进化石 用一次就会消失 而传在某个地方 有种进化石 让帮我们进化后 也不会消失 这个地方 就是孤夜港口的海底 等等 小红红闷的问道 这跟小智哥哥有啥关系 哎呀年轻人 怎么老是想的小智哥哥 我这要说呢 这就要回到牛年强了 两年前 小智和马智的对战 他的蚊香蛙被打入海底 然出现一条事 他竟然进化成快涌蛙 并救下了小智 这好说没有水之石 是进化不了的 所以当年的bug 在这里得到了解决 原来孤夜市的海底 沉着永远不会 失去效果的进化石 传说他藏在圣界中 至今还没有被人找到过 于是小红就决定 去寻找这个神秘的地方 呀呀呀 你怎么这么冲动啊 我给你钱 到时候发现了 请告诉我地址 孤夜港的海面上 小红红红狮兽 观察海底的动向 这里有一群独自水母 死不让小红靠近 而这个时候 这群独自水母的老大出现了 小红赶紧要举举手 出来战斗 然而却发现 他们并不是要攻击 而是想求小红 就他们的伙伴 小红给了到意思后 擎入水中 想捡一种浓烟的力量 来帮助水果 从岩石中挣脱 但毕竟是在水里 浓烟和小红 都无法化为全力 好不容易成功 小红却因为缺氧 晕倒了过去 当醒过来后 小红却发现自己 已经生出一个神秘的地界 小红却这里 就圣洁了 小红在这里 发现叶之石 但奇怪是 其他三种计划石 却已经不见了 小红将这一切 告诉老爷子 并做着猜测 这人之所以 唯独不拿叶之石 是因为只有盐 水 电线包某 让他们进化 而一种包某需要 三种石头的 只有一步了 所以难道 拿到石头的是小智哥哥 都被老爷子 知道小红的经历后 也跳了海里 希望独独水母 也能把他带入圣界 然而 等等 你们干嘛了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世界转了很久不见 小南身上 从小这小之后 他可是一直在背地里 管他小猫的行动 这次 他又偷偷来到了 大博士研究所 想调查一些数据 然而在这里 却发现熟睡的郑辉 郑辉也好巧不巧的 醒了过来 由于是两人开始争动 但郑辉自然不是 小南对手 被五花大绑了起来 小南没有意义 他让郑辉说到 是自己将小黄送入了战场 且在小黄的草帽上 安装了切钉信 而且当时 能不能逃离克兰 也是因为我的帮忙 然而小南真正目的 其实要找到小时候 抓走自己大了的训练家 小南怀疑 那这人四天王搞的鬼 知道小南不是敌人后 这回也就冷静了下来 小南请用郑辉 帮自己调查数据 小南猜测 如果小吃还活着 那么一定会在皮卡的球里 放置别的帮忙 正于是通过这个 找到最近从盒子里取出来的 宝梦 证实一步 这就证明了小炸还活着 而且要调查清楚 亦不是在什么时候 拉克宝梦中心 被取出来的时候 一只沙尔囊 袭击了过来 可怜正会 又被卷入了风波之中 再回到小黄这一遍 因为圣然卢号的破坏 切钉的宝梦 还没有学会冲闹 所以为了去下一个地方 小黄必须立马收复一个 大型的水系宝梦 呀 这不就来了吗 小黄就下一个 因为意外受伤 不论参加明天 下日海上冲浪竞赛的 永库男 从永库男这里可以知道 明天竞赛获胜奖品 可是浓系的哈克农 看出了小黄想参赛的心情 永库男竟然 自己拉呆呆兽 寄给了他 开过世上 大家都愿愿意识 然而比赛前 要先举行 哈克农的冲浪展示 而这个时候 突然海上卷起了巨浪 哈克农眼神 也随之变得凶狠起来 此时参赛的选手们 也被海浪卷了进来 他们隐隐看到 哈克农头上有个人影 那不就是冠军杜吗 杜卷和哈克农 疯狂坏孤月市区 参赛的选手们 也都遍体泥伤 出来 你休想逃跑 杜此刻 仿佛正在找杀人 但却没啥结果 于是被他打到回府 小黄被打了追上去 永库男见状 立马阻止 那不财报的家伙 你追上去干啥呢 小黄认为杜是约要找自己 所以才到处不坏 为了不让孤月市 有更多的伤亡 小黄决定阻止他 走之前 还特意把戴戴兽 还给永库男 我们再回到小蓝这边 作为四天王吸发的杀老狼 非常不好对付 那自我伸手的手脚 让小蓝正会 不得不躲了起来 还选择让水剑柜 独自跟他对峙着 感觉到杀老狼 一直在找他们 小蓝不敢出身 但不出身 又无法只为水剑柜攻击 于是小蓝别让声音的波长 包到泡泡里 让他传到水剑柜的矮边 而此时的杀老狼 已经紧紧缠出了水剑柜 情况非常危急 在这关键时候 小蓝的指令 终于传到水剑柜的矮多里 水剑柜被上炮 可不仅能够发射水流 近身战也是有用的呢 杀老狼就被这样打下悬崖 但小蓝也意识到了 这杀老狼并不是来抓自己的 而是来拖延时间的 那也就意味着现在 小蓝有危险了 回到小蓝这边 费尽一番功夫 小蓝总算是 终于道得多 一番对峙立马展开 小蓝直接证明道 为什么要错误成事 和伤害无辜的人 杀霸气地回答道 因为要找人 那样可以省得力气 小蓝这番行为 也可以说是送死啊 自己跑到冠军杀这来 这不是挠入虎口吗 杀主为哈克的攻击 达到中杀也暴露出了 自己的目的 那就是消灭 除了优秀训练家之外的 所有人类 哈克的攻击 猛烈进行这 他卷颈皮亚丘 一跃飞到天上 接下来 就是龙系天王 杀的表演时候了 杀拥有可以控制龙的力量 并且可以复合幻影院 而且哈克的破坏死光 还可以自由改变方向 在这样的情况下 皮神根本不是对手 被重创在地 S是皮亚丘做了伤痕 报告出 这不就柯拉 嘴补的拉芝吗 那么这个女孩 肯定就是小黄 带长盘丁香了 等于这个事之后 杜饶有兴趣的 杀和哈克的将来 全部抓到柯拉面前 这让自己的同伴 肯定很高兴 看到皮亚丘被紧紧缠住 小黄突然想到 让皮亚丘使用替身技能 真身皮亚丘 急如朝着杜 发起了攻击 杜此时也被惹老了 杜说了饶你一命 偏偏不知深浅 哈克的一招浓之路 顿时卷起了整个海面 小黄和皮亚丘 一起住了海中 这里要吐槽一下了 命运自身难保 小黄竟然还想这样阻止度 不要让他破坏其他城市 在证价中 小黄竟然发现了 替身皮亚丘放出HP值 是可以避水的 于是 前方何能 小黄骑着用皮亚丘 排出HP值 做成了板子 追了过来 不不原理 问了就是不知道 对也完全没想到 小黄竟然还能这样 大意的被皮亚丘 史安普特正名击中 在巴拉圣中 对不见了踪眼 事情也算是告一段落了 不过 既然知道如何冲浪 小黄避了皮亚丘 给往海的对面 小黄的冒险 还将记忆进行仗 上尾时说到 披身学位冲浪技能 能不防的 把杜给打跑了 小黄其实披身 来到下个岛屿 在这里 小黄遇到一只 受伤的大葱鸭 在把他疗伤之后 通心里感应得知 大葱鸭是迷路了 但照理来说 是不可能迷路的 原来 是森林的位置 发生了改变 小黄起初以为 是森林在移动 但仔细观察 原来移动的 其实椰单树 和走路草 小黄将这一切 都告知了大博士 大博士敏锐地猜测到 野生动物对危险 则是能够提前感受到 比如说天灾 或是跟天灾一样 巨大的力量 果不其然 在苏方岛上 最后克拉 已经知道 这个度的手段了 帮助大村下找潮袖后 小黄又一路 来到猴年岛 这是真正道馆主 下伯所来的地方 在这里 小黄遇到一个 奇怪的老爷子 老爷子将小黄 带到一个研究所里 然后直接尿住身份 这不就是 道馆主夏伯吗 夏伯对小黄说道 你拿得正好 之前拜论小刚 调查的事情 已经有了结果 小刚急从地 打电话过来 说自己在越剑山 发现了小智 小黄和夏伯 都一脸惊讶 猛问道 小智现在还好吗 小刚这个憨憨 立马就不好意思了 立马纠正 准确来说 只发现小智 曾在这里待过 小黄在这里 看到小智的冰雕 所以也就是说 曾经有人把小智 冰冻在这里 但之后 小智又逃了出来 这算是 不幸中的外星了 而其实 小孩的电话也打来了 慌乱地说道 宁比射 被格斗细胞梦围攻了 而且不只是宁比射 自己的华蓝室 立家的彩虹室 都被袭击了 小黄听到消息后 立马动身 赶往宁比射 此时宁比射内 以万里为首的 格斗细胞梦 是疯狂地破坏者 华蓝室 则是一群幽灵系宝梦 彩虹室则是兵系宝梦 这就一不了人了 坑士橘子 可拉 还有支霸所搞的鬼 四天王的攻击 终于开始了 夏博确实到 这反而是个好机会 实际上 夏博通过调查 已经知道四天王 打本营的所在地了 趁着敌人的兵力都不在 这是进攻苏方岛的好时机 夏博当即决定 要有小黄一起赶去苏方岛 然而此时 夏博却突然头疼 他让小黄拿着地图 先去岛屿 自己随后就到 想走后 夏博难难自语道 知道了 一定会带人去的 毕竟是会今天 才特别训练的 苏方岛 夏博已经到了这里 然而另外一个深夜 也在等到岛屿 这不就是小黄吗 夏博很高兴 毕竟这样 战斗力就又增加了 然而小黄却让夏博不要出声 他已经感觉到了 岛上还有其他人在 夏博很示茧 马之士 纳兹 还有阿橘 竟然早早地就在岛上 等着他们了 小胞直接问道 为啥你们会在这里 毕竟当初火箭队起来后 他们就好长时间 没有出现了 拉兹回答道 这啥 以后再说 此时克拉已经赶着到 岛上有入侵者了 肚子呵呵一笑 转问道 支爸去哪里了 克拉答道 这在越界山找小智呢 越界山上 支爸仍在寻找的小智 他难难自语道 从来没有遇到过 小黄这样 让我在战案中 这么有记性的人 说着就陷入了漫长的回忆 小智拿着挑战术 到了目的地 大吸一口气 对着空气喊道 给我送挑战术的小子 我来了 等待中 小智脚踏的地 突然凹陷 一的大银舌 农地而起 支爸也随着现身 真心真心小智 让我记得一下 你的厉害吧 支爸第一只宝宝 是人自有生的手脚的沙龙 小智则使用皮绳一战 上人驶出飞机撞 小智则使用皮绳 对着他膝盖 使用电磁波 然而皮绳却打拼了 虐杀术能自由伸缩手脚 所以支爸断言 要想看清楚杀术的气概 那是不可能的 照理说 没得如此强敌 小智起码应该着急一下 然而这也此时 却忍不住颤抖起来 哈哈大笑 自从小智夺得冠军之后 陆续遇到不少的挑战者 但那些都是小角色 已经好久没有遇到 势均力敌的对手了 小智双眼开始有神色 大笑认真对决了 此时支爸派出的 调致爆梦艾比闹 小智则快银挖来应战 快银挖的连环巴掌 立马就起了效果 小智认为 小艾比闹的这种攻击点 对快银挖来说 仅仅是小一个 艾比闹的双拳 被快银挖紧紧握住 原来没想到 战况立马转变 爱比闹的左拳是火焰拳 但右拳 即是雷光掌 这对快银挖来说 可是效果显著的 小智忍不住称赞 真厉害 竟然没发现 那么既然这样 上把暴力龙 小智起来暴力龙身上 而智霸自起来 大银神身上 双门开始了拉锯战 智霸说道 银刚说和水平相当的战斗 会有种燃烧的感觉 我一样 战斗才是我的一切 不远处 银和克拉正观望着 这场战斗 恍惚间 克拉近回想起了 和银的第一次会面的长剑 当时克拉的白海事 因为这种工业废弃毒 生命纯味 橘子即时出现 让鬼丝吸收了毒 最后克拉 在这暴力龙身后的地方 放毒的家伙 你恨他们吗 恨的话 就加入我们吧 画面在转眼扫着这边 暴力龙的水炮 却是无法攻击到大银蛇 咪只要进入一次 就有重创对手 没办法 大银蛇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暴力龙遮不上 不仅如此 大银蛇还经历地缠住暴力龙 面对如此情况 小智霸则暴力龙咬住大银蛇的身体 只怕剑刺 逃到地下 为了预防大银蛇 出其不一的攻击 小智则拉出妙话 让妙话的腾边 全方位地感受 弟弟的动向 差见 大银蛇腾地而起 妙话的腾边 则刚好捕捉到他 然之霸去呵呵一笑 跟大银蛇比你了 你比得已吗 小智霸和妙话 指出全部腾半的对抗 这下中 则是不幸降落了 大银蛇所挖的 四通八达的速度中 这下子 可就麻烦了 果不喜爱 只怕率领大银蛇 正面冲了过来 小智也打算应战 然之霸却突然说停战 原来此时 一群地鼠们 站在这里行进 只怕写道 大银蛇挖了隧道 会成为地鼠们的居住地 在这里 地鼠会进化成三地鼠 三地鼠 则能使草木更加茂盛 本就是和平主义的小智 听到这话 会心一笑 继续与只怕决斗 然此时 只怕却突然跪地不起 随着 橘子和柯拉现身了 柯拉说道 柯拉说道真不错 但是人类私欲 会将宝宝的居住地 全部破坏 人类和宝宝梦 势必很难共存 小智也对这两个 突然出现家伙 很是敌业 问道 你到底想说什么 紫橘子出生了 若只留下驱逐可使的 现任家 把人类赶出这片大地 那么这里 就保可我们的理想家人了 为此 就要产生一股巨大能量 说着 就拿出了装置 小智很惊讶 因为这个装置 小智曾经是见到过的 柯拉说出来 让小智来到这里的真正目的 那竟然问出 第八门徽章的持有者 板木论下落 小智观察目前的情况 现在制霸好像中招了 而自己在这个狭小洞里 很势不业 于是并派出化石英龙 带自己飞出去 然而柯拉立马专案出了 冰冰箭 精英的缠住了小智 在柯拉的病院下 小智说道 自己在和板木论对象中 运动过去 他去哪里了 自己根本不知道 自己小智好像真不知情 柯拉便说出了 叫小智来到第二个物件 那就是要测试小智的实力 看小智够不够格 成为他们的同伴 毫无疑问 小智的表现 让他们相当满意 但小智肯定是不答应的 小智愤怒地 召唤出了卡比兽 然此时 虽然是三对三 但情况对小智 却是压倒性的不劣 柯拉见此 也不打算放过小智了 因为小智的实力 已经威胁到了他们 说怕 比较冥水姐 鬼色和沙拉闹 你能使用大招 并抖泥之阵 这 听都没听过 在一阵强谷下 小智把我梦 竟全部倒地 柯拉则趁水追击 使出了自己的冰人偶 让小智的手脚 都不能动弹 因为知道 小智还有一只皮亚丘 所以 连皮身也不放过 橘子在给整座山 添加了迷雾 小智此时可以说 真是绝望 柯拉走之前 让支霸动手 解决掉小智 小智想换你支霸 但却根本无用 支霸只为杀狼 对小智一顿猛攻 皮亚丘想过来帮忙 但自食也拦保 绝望之际 小智让皮亚丘快跑 他们犯了唯一错误 就只动着皮亚丘的手脚 另外 皮亚丘的尾巴是雷达 所以迷雾是没用的 小智仿佛是做了 最后的嘱托 让皮亚丘逃走 去通知大博士 这些家伙 是想毁灭世界啊 说完小智便跳下悬崖 在悬崖底下 小智还侦查一番 他担心大博士 无法拟击皮亚丘 毕竟皮亚丘 又不会说人话 但愿 有能等你心情的训练家啊 这里 正要心等咱们之夜一秒啊 另一边 皮亚丘又做同样的噩梦了 小黄正要询问时 小兰 则出现在了小黄的面前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上回是回忆了一下 小智说也四天王的全过程 回忆完了之后 小黄正会 突然出现在小黄的面前 想来向小黄解释 当初给你的草帽里 喜爱跟踪器 所以才一路来到这个岛屿 在导致小黄不久后 小黄等人 很快和小黄他们会合了 拉兹表示 四天王毁灭世界计划 会伤害到火箭的利益 所以必须打败他们 要不然火箭队 就没有断断在一起的机会了 本着敌人的敌人 是朋友的原则 于是 逃把四天王的大军 正式组成 因为是四天王 所以八个人决定 通过念力掏勺的手段 分成四组 这个念力掏勺 可以将用相同想法的人 分在一起 分组结果很快出来了 拉兹和小男一组 马之射和正会一组 小黄和阿菊一组 小黄和夏博一组 嗯 不得不说 这几个组合都很有意思呢 好了 决战正式打枪 首先 我们先来看一下 小黄和阿菊这一组 两人前 小黄曾经被阿菊控制 成为僵尸 或者一辈小智的帮忙 才解围了 但现在作为战友 也要拥有共同的敌人 于是小黄便将 曾经阿菊的大嘴符 还给了他 阿菊的实力 自然是不可小觑的 听到异响 小黄还没反应过来 他立马扔个手里剑出去 一只阿谋怪出现了 那么也就是说 小黄的对手 是四天王的橘子 只当小黄想派出包我梦时 阿菊却拦住了他 自信的说道 我的包我梦已经过去了 原来 之前扔出的手里剑 即是球状手里剑 里面是有包我梦的 一场蛇对蛇的大战 即将展开 但橘子却仍然没有露面 而此时一招山崩地裂 突然发动 橘子暗地里 英勇地说道 这里可不是普通的岩石 而是中入石欧 在这种功能下 小黄艰难地躲避着 而趁着机会 橘子让耿鬼使出了铁舌头 这招的效果 让小黄的眼睛睁不开了 阿菊察觉到这点 立马扫就支援 却被接下来山崩地裂挡住 这个技能 使得整个洞穴成了民工 就这样阿菊的小黄被迫分开了 小黄这边情况很是危险 因为看不见 不能轻举妄动 好像有阿菊的大嘴符在身边 小黄的大嘴符 是用超音波 探测橘子的位置 但却被另一种音波干扰了 果然 毕业橘子可不是傻子 他也派出了大嘴符来攻击小黄 而阿菊那边 橘子也终于现身了 因为都是用蛇的学家 橘子说道 刚才有点亲切呢 但四天王和盗友馆主之间的能力 肯定是有高效的 阿菊的复纹有很多种 每种都有不同的能力 而橘子拥有 能够自由改变阿菊的能力的 死亡化妆技能 此时的阿菊 已经被阿菊经历的缠住 陷入了大危机 但是阿菊 毕竟也是用毒的专家 当看到阿菊复纹的花纹时 已经想到对策 但是 这必须要用在大嘴符才行 而大嘴符 此时还在小黄那里 橘子现在对橘子来说 是非常占优势的 橘子指挥自的阿菊 橘子的阿菊怪的尾巴咬断了 阿菊见状 最后派出了双大瓦斯和臭肉尼 想要用毒来攻击 橘子见状 最后改变阿菊复纹的花纹 使阿菊怪对毒气免疫 然后阿菊的双大瓦斯和臭肉尼 也都被打倒在地 再回到小胞那边 因为眼睛失眠 小胞也是完全处于被动局面 但是小胞心里清楚 阿菊肯定有知道自己的办法 橘子的阿菊怪在破镜中 阿菊让个飞镖过去 橘子认为 阿菊已经没有抵抗能力了 便想让他投降 阿菊自然不可能答应 直言 我要打败你的死亡化妆 此时令人惊奇的是 阿菊的阿菊怪 已经找好了新的尾巴 如果说 丝条的阿菊怪 善于死亡化妆 那么阿菊的阿菊怪 则拥有超强生命力 只要投在 断掉部位都能长出来 虽然有意外的情况出现 但橘子仍十分自信 他认为 阿菊不敢做什么 自己都可以用死亡化妆一对 哎小猫 估计已经挂了 光明这阿菊一个人 不可能打败自己 而此时 告一只大嘴夫回来了 橘子自信地认为 这是自己的辣植 而阿菊却呵呵一笑 事情再明显不过了 这只大嘴夫是阿菊的 小猫也已经恢复了势力 带着哥达亚杀了过来 原来阿菊之前认出的飞镖里 就携带着解药 果然不能想瞧 人质的手里线啊 现在阿菊和小猫终于会合 小猫想自己对回橘子 但却被阿菊阻止 毕竟 大嘴夫现在已经回来了 那么现在就可以阻止死亡化妆了 她的大嘴夫吸引自己的血液 让江琪碰热在橘子阿博怪花纹上 这样她就不能使用死亡化妆了 寄死机会 阿菊和小猫合力打败了橘子 是现在转到小南和辣兹这边 两年前 小南和辣兹也是有不少过节的 当时小南闯入西埃福大厦 遇到的对手就是辣兹 当时辣兹凭借强大超能力 很轻松地就抓住了小南 小南却用激将法 嘲讽辣兹身材不好 骞拉兹直接吵了小南的胸部攻击 然而古往近来 神轮的向盗 有人竟然往胸口藏球 虽然皮铁这招绝地翻盘 顺利逃跑 这一波操作也震撼了我们这些读者 原来还可以这样 虽然有这段往事赞 阿现在 他们必须何地打败四天王 在冻结中 他们发现瞬间下的灰杖在闪斩发光 阿就在他们慌神的瞬间 小南拉兹的手被铐上了 克拉也随之登场 他决之道 这就明春姐根据你们的样子 做成冰人偶 然后用自己的口红 在上面做记号 相应的部位就被锁上 要我说 这就是个bug技能好吧 克拉 你直接把他们的头 拧下来不就好了 战斗结束 克拉让铁打贝 使出激动光线 小南和拉兹 这边的配合就不默契了 小南的尼多拉 使出了连环腿 拉兹让莫罗使用睡眠粉 而这 不仅被铁打贝的暴风雪 挡了下来 而且尼多拉 还被自己人的睡眠粉 弄昏了过去 这下子 小南和拉兹的矛盾就激化了 然而根本来不及好好吵架 明春姐也攻得过来 而就在这瞬间 拉兹察觉到了 克拉这是在特地 针对小南啊 突然 克拉拿出一只莫埃马 这 真是小南的拉兹 因此所以要挟 让小南过来 即使拉兹告诉小南 那肯定是一谋 但小南愣时不听 带着拉兹 冲了上去 结果 被明春姐拍晕了 这下可好了 只剩下拉兹一个人了 拉兹通话挨语 告诉自己莫罗 让他抢夺克拉兵人偶 艾提亚贝却挡在他的面前 并使用缩壳绝招 这下就麻烦了 但随即 拉兹却让莫罗再来一次 克拉兹又让铁甲贝 使用缩壳 这让来回几次后 克拉突然觉得不对劲了 提亚贝竟然呛了 原来拉兹一直在阳攻 其实一直在使用百万的吸收 吸干了提亚贝的体力 随着克拉与拉兹进了 调火的较量 拉兹派出了胡帝 克拉则是戴哥马 然而胡帝的幻象光 竟然对戴亚马 一点用都没有 原来戴亚马早就使用了 瞬间失业 一旦遇到特殊攻击 马上就会忘却所受的重伤 怎么样 不管你们多想反抗 我们四天王始终抢过你们 克拉说着 并让明镇姐给他们最后一剑 会不会担心 与拉兹绑在一起的小男 脚下一滑 即将掉下悬崖 克拉在旁边能笑道 把那个累赘甩了吧 比如砍掉小男的手 至少你还可以逃跑 但拉兹可不是小人 虽然曾经为敌 但至少现在是朋友 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不易之事 这时候的拉兹 真是圈粉无数啊 那我就成全你吧 克拉让明镇姐属拍机 小男和拉兹都摔下悬崖 不过事情 当然不可能这样结束 在轰动顺中 小男带着拉兹 骑着水箭柜上来了 注意 水箭柜是往下喷水 才飞起来的 可不是本身就会飞哦 之前克拉一直针对小男攻击 到现在也得到解释 那是因为小男一直在背地里 偷偷帮助小黄 扰乱四天王的计划 然而更让人惊讶的是 为了找到小时候 带走自己大流的训练家 小男早在两年前 就开始准备了 两年后 得知带走自己大流的训练家 是杜 而杜杜的实力十分厉害 而且还用特殊能力 相传 只有长牌训练家 才能够对付他 而说巧不巧的 小男刚好碰到了 皮亚就被追杀了场景 不想去寻找他 却无意中发现了小黄 从小黄画作中 看到扫之后 并且知道 小黄也是常牌训练家后 一个计划 就在小男心里生成了 小男小黄 请往真心证 并且让他隐瞒自己全民 将他扮成男装 因为怕被人欺负 而且还在他的草帽里 放了切听切 说完这一期后 小男狡狭一向 告诉克拉 之所以告诉你这些 是因为我 已经稳操胜券了 说完就派上这些皮可戏 皮可戏的变小技能 让敌人根本没有察觉 就这样 顺利的从克拉手里 夺回了冰人偶 然后再派出水剑柜 延后皮可戏回来 然而在水剑柜 与明春节打斗中 冰人偶竟然破碎了 小男的手臂也随之断开 克拉见此 哈哈的大笑 这就是你们 跟四天王作对的下场 不 这是我的策略 切断手腕的话 让我的身体就轻面多了 切切切 这话在我们听来 都觉得是在逞枪 更别贴在克拉的海里了 克拉直接转身 然此时 地上的手腕突然变长了 随即 并让克拉捆绑了起来 原来 这竟然是百变怪 小男早就从一开始 就做好万全准备 她真正的手臂 就传在自己的袖子里 而百变怪 则暂时变成她的手臂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小男刚进的同学 就披上外套的原因 克拉见状 也是输得心服口服 但自己还是觉得可惜 因为克拉起初 也是不让自己的小海士 再有那样悲惨的经历 才实施了宝偶梦 理想象的计划 但现在已经太晚了 打败克拉后 小男本想叫醒纳兹 谁知道 纳兹早就已经醒了过来 并且听到她之前对话 一番争吵 势必是不可少的 你这家伙 竟然恋我都骗 呀呀呀 别生气嘛 不是说过 要想瞒住敌人 首先要骗过自己人吗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上回说到 橘子和克拉 纷纷被打败 这次 让我们将视线 转马知识这边 本来一张套路 马知识应该是小智打动的 然现在 就换成研究者振辉 从战队里来看 这一组 无疑是罪弱的 从马知识这边 我们得知惊人的消息 还记得上回 小黄打败火箭队残倒吗 原来 那是马知识 故意安排他们这么做的 他们本来想霸占那座船 然后散播 四条王找的人 就在枯叶时的消息 全条四条王 距离在枯叶时 到那里 在进行决战 然这一切 都被小黄破坏了 在这抱怨之际 四条王之一的智霸 也随之登场 他站在大眼神上 居高临下的 看着马知识和正辉 这一场薄命的战斗 因为大眼神作为桥梁底下 是可以融化一切的粘液 只要谁掉下去 那也就死翘翘了 战斗立马展开 马知识使用电击兽 正辉则用六维 但这属性组合 恐怕赖合不了大眼神吧 而智霸却 却不用大眼神战斗 说道 我可不想用一种类型的宝宝梦 芝霸使用的是怪力 艾比狼和沙尔狼 这些格斗系宝梦 一番交战下来 你来往的 电击兽六维 终究不敌格斗系宝梦的力量 即将被打落进地下 刚刚说过 掉下去那就击击了 而这一战况 一直被小红和夏博看着 小红和夏博所处的这个地方 比较特殊 用一句话来概括 那就是只能他们看见马知识 而马知识看不见他们 既马知识有难 小红和夏博当即决出手帮忙 然而攻击 却根本到达不了芝霸那边 而芝霸却感受到了 经营场外有股强大的力量 当即合力 没用的 里面的攻击可破坏不了这 并生气的让他们赶紧走 不要给自己的战斗泼冷水 唉 芝霸不会是战斗狂人啊 与此同时 马知识这边也知道 进场外有人 但是无赖得不到别人的帮助 眼看着局势对自己越来越不利 马知识对郑辉说句悄悄话 然后搞笑的一幕就发生了 在怪力全力进行的时候 马知识对郑辉拔腿就跑 是啊 打不过就跑啊 就是让我看到一种 我可以做到的战斗方式啊 不过 马知识逃跑其实是一种策略 在逃跑过程中 他一路放置大量弹弹和顽皮弹 在他们的爆炸阻力下 答应是说重创 掉下了连野中 而马知识却早就做了准备 他利用三个一磁罐 当即做个电动救助舱 让郑辉浮在空中 而马知识自己 却处于半空中 非常尴尬的 奔约智霸会一直掉入连野中 但没想到 智霸竟然凭借能够自由收入手脚 杀老狼爬了上来 情况相当危急 智霸直接将马知识打了下去 好在三个一磁罐死死抓住 但智霸却瞪着一眼 将三个一磁罐全部打倒 马知识这下真的绝望 但前方高能 在马知识即将跌下去的时候 一根腾鞭抓住了他 看着眼前的妙花 还有自行车 这不就是小智吗 小智终于登场 小智先久违的 跟马知识和郑慧打了招呼 便骑着自己的车 重了过来 妙花的一招香气 对着让杀老狼 起入软绵绵的状态 看到自己心意念的小智 小智和皮卡丘 那是个激动 然而无论怎么呼喊 小智都听不到 而此时小黄这边 也发生意外 因为之前顽皮带自爆 破坏了中乳洞的地下水流 一场大水 将小黄和夏波 冲上另一个地方 在水流中 小黄的长发挡不住了 夏波最爱知道 原来小黄竟然是个女孩子 让我们再回到小智那边 想知道丽家 一直在保护着 自己所在的城市 但是他们也发现了 原来四天王只攻击 有道馆主所在的城市 而且看似毫无招法的攻击 全都是为了获得道馆徽章啊 直到这点后 夏波将这一切信息 常常给保持爱心 让他前去苏方岛 告知同伴 逼叛皇者他们的平安 让我们再把射线 转到小智之边 直把看到小智出现 顿时一阵头疼 表示又来了 这个时常死到这种的痛苦 还才会在记忆中中断 这位让小智小心 说他的沙尔狼 能自有身所守的脚 小智表示 这些我早就知道了 并表示 就把他交给我一个人的对付吧 听到这话 马智之就坐不住了 表示 虽然在你之前 我花不少力气 但现在已经恢复了 然小智坚定一句 我小智四天王的制霸 一对一的比试 这话 让马智之顿时 吸引你神会了 而此时的制霸 真心入十万个为什么中 为什么正会 说自己沙尔狼毁了他家 明明 我没有派遣沙尔狼 为什么与小智的记忆 会在我的脑海中中断的呢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人困扰着制霸 但现在 也无所谓了 只要来一场真正的对决 对于制霸来说 无疑是最好的疗伤方式 制霸的艾比诺 能同时使用 盐 电 冰 三种力量 所以一个艾比诺 可以当好几个暴霸 而这样的暴霸 小智也是有的 那就是一步了 艾比诺想使用冰冻拳 小智怎样一步 使用火之石 变成火一步 然后又变成水一步 就这样 不断给艾比诺造成伤害 小智向支霸解释 自然一步 可以随意进化 而且进化后 可以恢复原状 这一线图归功以为 这也可以使用 无数次的 古野港火的进化石 支霸见状 在怪力取之源 小智则能快远挖前去 而在这个时候 支霸让怪力 挤开腰上的袋子 原来 那是毫力进化石 陀螺下来的 之所以待在身上 是为了约束怪力的力量 现在怪力 可以说无人能敌 一来就把水一步 打倒在地 快运挖的攻击 也四好没有效果 最终被完全压制 支霸认为 胜负已分了 然之间倒下水一步 其实只能变成液体 现在才真的决定 胜物的时候 小智一步 进化成雷一步 一发飞弹针 将怪力打倒 进此 支霸露出了爽朗笑容 承认自己输了 并对小智说道 杜的计划 杜自己一直不以为然 如今 也不想和他们 同流合污了 捉吧 便转身离去 本期故事 到此结束 之前在做漫画的结束中 一直提到 四条王的橘子 和大博士之间 有着一段 不可言说的往事 导致橘子 一直很痛恨大博士 今天我就把它当作 一个翻译剧情 来讲一下吧 话说 属于上回 被小默海阿橘 何地打扮 但是你仔细想一想 橘子的王牌 可是耿鬼啊 耿鬼都被打扮 橘子怎么可能输呢 橘子很是生气 但不得不承认 小默作为大博士的孙子 确实有点吓子 然而 只要小默他们 还在这个中文民宫里 那就逃不了自己的首长线 这次 不会遭任何人的妨碍我了 时间回到过去 那个时候大博士 正在壮年 还追到那个时候 也是小偶姿色的 他和大博士 是研究所的同事 但是因为大博士 突然退出研究 橘子就上面来质问他 大博士表示 小组执照研究 如何控制宝梦 这对自己理念 完全不服 听到这话 橘子就打算了硬的 派出耿鬼和鬼司 来攻击大博士 大博士则派出 戴笼和吉利弹来防御 在打斗中 橘子就问道 你推出研究所 打案干什么 大博士表示 自己想做包容图件 可以将包容的形状 名字 记录下的完美道具 但是要完成这个图件 工程量不必是巨大的 面对橘子的质疑 大博士表示 那时候的子孙 会继承下去 继续做的 这道战斗 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而且橘子还会上起了 第一阵实际大会 当时他和大木 一起闯入了决赛 大木以威武的优势获胜 他一直很不服气 另一边 小包图的受伤 阿橘正一步一步 走出民宫 还殊不知 根鬼已经潜入到了 他们的影子里 在他们以为 快要走出民宫的时候 却急急地发现 当时阿博怪 被砍掉了尾巴 这也就是说 他们一直在原地踏步 而且倒在那里的橘子 竟然也不见了 与此同时 阿橘感觉自己的身体 越来越重 感觉身体力量 好像被偷走一样 小包图他们这才发现 是耿鬼在搞鬼 但耿鬼却一下子不见了 小包和阿橘见状 赶往指挥自己的宝梦 发动群体攻击 但是却完全没有效果 一番争论之后 小包意识到 宝梦越多 他能躲藏影子数也越多 小包召唤出了3D龙 3D龙的变性 可以把敌人的内心 附入在自己身上 只要3D龙在战争中 就可以变成鬼死痛 物理攻击就无效了 但现在当务之急 还是要想办法 把耿鬼赶出影子里 要不然 根本就没有办法对付他 且拖延的时间越久 自己这面宝梦 就会越来越衰竭 在今天的恩赐来打后 小包终于领悟到了 根本是根据声音 从影子中 向自己发动袭击的 但了解到这点后 又该如何反击呢 小包现在还完全没有头绪 紧张的连汗都不赶出 哈哈 这个时候 最将扶持手阿橘上线了 他和瓦斯坦守烟雾 这位顿时 变得静悄悄的 而就在此刻 柯维通过声响 向包拨发动袭击 却不要 那竟然只是阿博怪 断掉了尾巴 抓到这一瞬间破绽 小包立马上三天龙 使用幻象光 就这样 耿鬼被打败了 怎么样 是不是有点看不懂呢 原来 阿博怪的尾巴 被缺乱不久后 还是可以按照 技能的意识行动的 然后 阿橘就使用了自己 最高技能的忍术 变身术 让阿博怪的尾巴 看起来像宝克木一样 才引用了耿鬼上当 阿博说道 这肯定是橘子 最厉害的王牌了 既然橘子已经被打败 那我们 也没有合作必要了 而在这交谈中 耿鬼竟然战了起来 小包见状 立马大喊别动 虽然让大嘴部 使出奇异光线 照着整个洞窟 这样就用限制椅子的长度 耿鬼就没有办法躲了 橘子也在此时 从暗地里走了出来 橘子先生夸奖一番小猫 再损了一下大博士 那爷爷当初 用冥魂拳来对付了耿鬼 可是他对付了耿鬼 没有一点效果的 唉 可惜当时在记事上 输给了他 橘子撤下小猫 知道整个洞窟 是明智之决 但却指出 他忽视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花音高诺 小猫抬头 就看见小侠保持爱心 所传染的重要信息 龙之军团 已在关都地区登陆 正着力学校徽章 耿鬼被打败 橘子承认自己输了 甚至现在 只有淘宝了份 但是 最后的胜利 一定会是我们四天王的 顷刻间 动魂开始单踏 这绝对是杜的手笔的 橘子在前小猫坦言 只要收集到八个徽章 启动装置 就能发出无比强的力量 现在执政下 最后一枚了 并说道 皮亚之在目睹我们的进攻后 可能就已经考虑 对付我们的办法了 但是机器所发出的能量 光明十万福特 是无法阻折的 除非 比十万福特更强的招式 哇 重点了 比十万福特更强的招式 嘿嘿 这里我就先不去头了 即使说完这些 就跑路了 而小猫则根据 图线发出了共鸣声 突然说小智还活着 于是便骑着喷火龙离开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今天讲的是 神小的特别片 黄片的最后对决 四天王中 更是一对象杜 与小猫下搏之间的决战 这里要先说一下 杜与小猫 同志长蛮森林的人 因为同样可以 治愈金鸣的能力 两个人的处众 都是治愈金鸣 保护金鸣 但却总要背道而知的道路 小猫在小智影响下 更需要与金鸣们和谐相处 甚至不希望金鸣进化 成为战斗的工具 而杜则是童年 亲眼看到人类 自残忍的对待金鸣 开始深恶痛绝人类 想起八个徽章 召唤出洛奇亚消灭人类 缔造旧金鸣的理想过渡 与杜与决战开始之前 我们先进一段前进回过 火箭的金鸣干部 与小猫小猫等宣战家 使用潜力的强强合作 八个人分成四组 从深恒岛出发 四组分辨对断实力强劲的 四大天王 拉茲和胡帝给美人分达汤勺 可以让左的两个人 互相读动彼此的想法 进入商议后 小猫与夏博一组 小猫与阿局一组 小南与拉茲一组 马之士本来应该是和小智一组的 但此刻只能与正辉作伴 此人从深恒岛出发 通往四天王所在不同根据点 小猫与阿局 面对是四天王的橘色 小南与拉茲 面对是兵系高手柯拉 马之士在这凑人数正会 面对大块头之霸 在前击与四天王的队员中 顶尖训练家与火箭的组合 由于不了解四天王的实力 面临着巨大的瓶颈 节节败退 但好在 这些顶尖训练家 战斗质量极高 同族两个人 还可以利用勺子 同享意念 让彼此战斗方法结合 配合默契 阿局的阿波怪 利用尾巴的战胜力 还用金灵球用金灵 叼了解麻药 最终 最下来被麻痹双人的小帽 索爆出回战场 合力击败了橘子 本来被克拉的名中解 打在悬崖的小南和拉茲 最后水箭柜被捕 利用水箭柜高压水枪 从悬崖下面升了上来 其他利用白面怪 伪装手段的假象 在克拉轻敌 准备转身离去的时候 变成摔顿假臂的白面怪 突发起击 把克拉击败 而本来必败马之士 等到了小智 小智在第一次与质败的队员中 就已经试探出了质败的实力 小智利用可以自我改变属性的一步 凭借败的战斗技巧 质败就容易被小智击败 至此 四大天王中的三个都已经被打倒 现在只剩下了杜一人 此时的小黄与夏波 准备前往杜所来的地方 在端极的水流冲击下 小黄的帽子被冲掉 一路上 对于男生想要是人的他 暴露了性别 图鉴也因为水流被冲远 科学观点夏波 感到一脸不可思议 一个小女生 既然能够披荆斩击 把四天王阴谋揭露 两人现在所处的位置 是深入岛的深处苏方岛 在夏波的判断下 若以此时两人已经陷入僵局 这边的山洞说明只有一个境遇的地方 还没有出口 两个人只有打败杜 才有机会从这个构造奇特的地方走出去 两个人朝着重洞 越往深处走 里面的光线越暗 夏波用卡利哥火焰制造一个火把 利用火焰的微光 你的小黄慢慢前进 此时 进出传了狂妄的笑声 夏波与小黄无需思考 便知道说话的人正是杜 在杜的口中 宁比 华南 彩虹市即将灭亡 射用浅红 长盘 马上都会被攻陷 城中的所有人都会被他消灭掉 他马上就要实现 经历理想国度的愿望了 小黄利用皮亚丘 释放闪光 照亮整个中午洞 小黄与夏波 终于看见他们的对手 杜 杜真一脸不屑的 面对一个老头 在一个小女孩的奇怪组合 作为飞行系高手 杜已经觉得自己胜圈在握了 本来想着 为小贼抱着小黄 想奋有爱上 却为夏波担了下来 夏波通了狐狸的嫂子 把自己的想法与小黄分享出去 他的想法是 一个人与杜展开战斗 是按杜的实力 另外一个人去旁边观看 分析杜的战略技巧 以及精灵实力 只要杜的突破口 让他再重拳出击 夏波最后拥有实力强的超梦 本来应该是旁边观看的人 却此时把全部的底牌 压在小黄身上 他准备自己成为献祭匹 帮助小黄了解对手的实力 夏波似乎看到了 这个能够治愈精灵的可爱女生 身上了无限潜力 夏波手上握着精灵球 朝杜的方向跑了过去 当杜看见 朝他跑过去的老头 还以为要找他真人单挑呢 杜立刻让化石一弄 反而破坏死光 没有估计什么训练家的职业操守 而是职业让破坏死光 瞄准了夏波与小黄的本体 在小黄大师 叫做夏波名字的时候 杜一卫战略就这样结束了 可令杜一卫的事 在一阵破碎的强梦下 被因为最强劲的超梦出现了 这是夏波手上 唯一的王牌 是由梦幻的经验 制造的最强精灵 杜并没有因为超梦的出场还害怕 反倒是兴奋了起来 他吐露道 自己早前 就已经知道火箭队手上 拥有制的精灵了 认识人类靠小聪明的作品 可能制霸与杜 沟通过战斗方式 与战略大营上的支霸一样 杜则站在化石英龙的背部 盘旋升天 化石英龙升天的那一刻 小黄与夏波中边的山洞 好像有些崩塌 杜飞让天空 利用试验盲区 让化石英龙利用超音波 攻击夏波与小黄 超音与夏波姿势一样的 使用技能屏障 转弱出了光强 抵挡住了化石英龙的超音波 夏波开始安抚 有些害怕了小黄 并也给小黄吐渡到一个关键信息 那就是要看清楚杜的实力 然后就要看夏波的身体 能够兼职多久 给小黄带来 多少关于杜的关键信息了 超梦趁起光盾腾空而去 瞬间捏爆自己知道的光盾 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把杜与化石英龙正飞 看到情况不飙 杜迅速召唤出了两只哈口龙 利用技能 孵风换雷 改变天气 召售对自己 有战略优势的局面 两只哈口龙相辅相成 瞬间显起了大风雨闪电 配合上高速移动 围绕在夏波与小红身边 此时的超梦在原地急速旋转 开始制造出龙卷风 想把两只哈口龙 吸引进龙卷风中间 只要哈口龙被吸入到旋温中央 他们必定会被旋温中央 强大引力粉碎 杜看到如此情形 并没有慌张起来 反而分析超梦招式 认为超梦这张像流沙旋渦 慢慢地把基尼吸引旋温中央 来粉碎 杜得不慌张 让超梦感觉到 被吸引龙卷风的两只哈口龙 按照这个方向 可他会利用龙卷风惯性 配合招式 进攻他护住的夏波与小红 无可赖的情况下 超梦被迫取消了龙卷风 开始利用自己强大能力 保护夏波与小红 杜操作化石英龙使用猛撞 目标是夏波与小红 因为化石英龙两个翅膀 如同利刃一般 如果小红与夏波 被化石英龙猛撞击中 那就必死无疑了 可是杜低估了超梦的实力 超梦利用自己的念力 直到是汤石 挡住了化石英龙翅膀 小红在旁边担忧了起来 这样高频度的攻击 超梦也不是每次都能防得住的 因为小红的经历们 大多都只是初始纪念 除了皮卡丘 几乎没有啥战斗的能力 一开始的战斗 都的目标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攻击夏波与小红 让超梦不能进攻 只能保护 只要耗尽超梦的体力 实际上傲人自然就不是对手 所以独裁化石英龙 哈克龙 频繁攻击夏波与小红 让超梦被迫防守 可超梦还没有出现任何皮态反应 站在一旁的小红却发现 夏波已经疼痛难忍了 多年在地上夏波告诉小红 原来最最开始 知道超梦的时候 有梦幻基因只有一部分 没有办法完全复制 再加上梦幻身上有暴走细胞 随时都有可能失控 为了完成知道超梦任务 夏波把超梦的狂暴基因 夹在带了自己的手臂上 所以时间也变长 如今夏波不仅是手臂疼 有时还会欺能到肩膀区域 夏波害怕的细胞 一直在残缺精英的超梦身上 傲人拥有精英关系成为了共同体 所以就让夏波一个人 能够操纵超梦 但是这样做是很有风险的 一只夏波不能离开超梦 离开了 超梦就会出现身体负荣的情况 无法战斗 傲人超梦不能作战超过三分钟 如果是超时 由于是供体的原因 夏波遭受不住高强的作战 身体会逐渐衰败 随重倒下 正是因为超梦与夏波的供体关系 所以夏波才会说说辣句 我一定要坚持在超梦的身边 唉 这就是奥特曼的设计嘛 毕竟超梦再大时 设计是最强激年 就不能被安排 被杜打败吧 超梦的实力毋庸置疑 能同时牵制 堵着几只激年 拥有超强战斗力 反应极快 能迅速判断对手激年的进攻 还能随手做出防御 逆天的龙卷风 威力也强大 可是只有几分钟 登场机会的超梦 面对的可是杜手上 强大多只 完全计划体的纪念 如果超梦失去战斗能力 就只让小黄一个人 杜自然就能轻松解决了 体力不知夏波 灭着这种情况 用狐狸勺子一时共享 跟小黄他现在的想法 夏波想利用超梦 能够自由身作汤石 把杜身上 剩余的两个精力 所按钮粉碎 让杜召唤不出 他的两种王牌纪念 快龙和暴鲁龙 而哈克隆与化石一龙 因为超梦的战斗 血量已经消耗了不少 只要暴鲁龙与快龙 召唤不出来 小黄手上还有皮卡丘 这样战斗 还是有可能赢的 小黄知道夏波意图后 迅速召唤出皮卡丘 分在杜的注意力 然后夏波 用作用一点体力 指着超梦 把汤石的形状 变成了叉子 飞速冲到杜的旁边 精准的攻击 杜身让金星球开关 刹了之间 杜召唤没反应过来 金星球全部被破坏 超梦完成了任务 夏波看了如此情形 喊着我们赢了 但转眼之间 体力透支 变倒下了 此时 看着杜被破坏的金星球 小黄也开始庆祝起来 准备开始最后的对决 可是 还被等小黄 让皮卡丘斗了十万福特 早在化石英龙与哈克龙身上 杜就开始灭笑起来了 他实际被破坏的金星球 然而摔在地面上 原来金星球里 全是空壳 随之来的 是用地底下速度 串出来的 宝龙 快龙 小黄气愤地拿着汤石 想拼劲全力与其战斗 可此时 已经使用巨大能量 他如果不合到金星球里 萨伯就会有生命危险 为了顾选大局 小黄迅速地打开金星球 把超梦输入到金星球之中 比起杜强大龙气军团 更让小黄震惊的是 杜恐怖地预测战斗能力 他能把萨伯的动机 进入炎底 遭遇就把暴露龙与快龙召唤了出来 而且 就算是暴露龙与快龙 没有被召唤出来 杜也是必胜的 因为 他用于小黄相同的战斗能力 能治愈纪念 两只哈克龙与化石一龙 在杜的治愈努力之下 马上就回悟到了满血状态 小黄仿佛中 看到实力上的巨大沟壑 此时 他除了皮卡丘 说的应用的纪念 全是出阶形态 这几只金星球之家一起的体积 还没有杜身边 随便一只龙系纪念的身去打 而且 小黄面对的 可不是一条龙 要面对的 可是杜身后的武制 强大了完全铁龙系纪念 杜看了小黄身边 这群呆呆萌萌的宝贺梦 不由的被逗笑了 这样的战斗 好像是耍I系一样 作为同样拥有 治愈能力的小黄 与杜之间的决战 一触即发 正好是说到 小黄与夏博在最终舞台 遇到飞行系高手杜 在超谋的帮助下 短时间内 暂时能够打得不相上下 然而因为夏博与超谋是一体的 超谋只能活动三分钟 所以在这种限制下 随着夏博的倒地 现在 能足够度的 就只有在场的小黄了 在实力的巨大沟后面前 对于现在小黄而言 这场根本不可能获胜的战斗 但为了拯救人类 小黄毅然迈出了第一步 我们先看一下小黄这边的阵容 几乎除了皮亚丘之外 没有什么特别能战斗的爆梦 但这并不是因为经验值不够 而是因为小黄 每次在他们计划前 按下B键阻止了他们的计划 此时 杜齐的快龙已经飞向火山口 而小黄则站在火山口 上昏边缘的地面 荣家在下面的火山口 不断沸腾着 原来 杜齐的快龙与暴龙 才在地下 是为了让地枪运动 为火山喷火而蓄力 快龙使出技能 尽灭 劈力的小黄附近岩石 劈力的碎石里 滚烫的岩浆 翻弹来出 烫伤的小黄 此时的小黄想到 夏博与小茂 都曾让把我们训练过 反弹火球的训练 一个优秀的训练家 绝不能遇到危险 还气泪 小黄在这些全部技能 想快龙攻击 可是 这对于快龙来说 就是老痒痒 快龙一个尾巴 就把小黄的这些技能 全部甩飞了 既然打不赢 小黄就使用所有动漫主角 都会的一招 嘴顿技能 小黄直言 独的做法 完全就是错误的 虽然人类 确实伤害过宝梦 但 这完全不能成为 要灭绝人人的理由 明依都是受到 长寒森林恩惠的孩子 在伊利福人的环节中 杜鹊选得 明明能够治愈纪念 治愈不就行呢 为什么要搞破坏 这下灯热嘴的杜鹅 无夸可说 他用快龙发动大自暴 想把小黄吞入 火山中央滚烫的岩浆之中 伴随着被大自暴 破碎了地面 小黄滑落到火山口 而正当火山口滚烫岩浆 将吞噬掉小黄的手 皮绳终于出手了 从冲浪 把浆翻入岩浆的小黄 给救了下来 当时杜鹅面 表演了岩浆冲浪 可于此时 小黄滑轨 稍微不慎就会烫霜身体 而杜鹅由于有快龙的帮助 可以飞在天上 随时对小黄发起攻击 战在天上的杜 操纵快龙 对小黄与皮卡丘 接二连三德使出了击发 破坏死光 皮卡丘跟着应战 用十万伏特与雨回击 为了使战斗快速结束 杜鹅决定再度召唤哈克龙 可能是因为长白师的老乡 稀稀相惜 因为强大实力的杜鹅 竟然说小黄是个强大的对手 虽然精灵实力弱 但不妨让他思考 靠其他方式破解僵局 在杜鹅决定与哈克龙 干掉他的时候 小黄突然想到 夏博之前对他说的话 将好好观看超黄的战斗 让我回顾一下 超黄与哈克龙战斗的情节 超黄与哈克龙的大场对决中 本来超黄都向了对策 可为了顾忌 夏博也扫了生命安全 超黄使用龙卷风 在即将要消灭掉哈克龙的时候 却取消掉了 此时小黄观察四周的岩浆 与火山口上方的杜 他突然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小黄指的皮亚丘使用冲闹 快速地在杜所处的范围之内 沿着火山口的岩浆 划圈划鞋 杜一开始以为 小黄正想要逃跑 然而 当岩浆冬卷风形成了瞬间 杜才意识到了风险 一阵风波过去 小黄以为暂时积累了杜 他环顾四周 重量岩浆在爆炮 如果再继续待下去 他有可能会有危险 此时 战学了绿宝虫 吐出蚕丝 小黄的几个小纪连 河裂 把他和皮亚丘 从岩浆中心拉了上来 然而 正让小黄与皮亚丘 转转跑了片刻 真理的笑容 想要身后传出 是的 杜根根本就毫发无伤 原来 他急急召唤出了暴露龙 与哈克龙配合 使用炮火光线 制造出巨大泡沫 包裹住肚 所以才没有受到 溶浆的吞噬 杜只为暴露龙 使用炮火光线 然而这些泡沫 居然是透明的 小黄看不清楚攻击 现在就被打伤了 他用绿宝虫土的蚕丝 帮小黄包扎 这个绿宝虫 简直是这队伍里的 随队衣服啊 小黄凭借聪明的头脑 立马猜测 只有利用太阳光 三元色的原理 让泡沫变为透明的 为应付这透明的泡泡 小黄集中生智 想出了好对策 他用绿宝虫土丝 形成网线 当透明泡泡 触碰到往线的时候 拉达敏锐的胡靴 就可以感受到其震动 再加上菊兽 在绿宝虫土的丝上 沾着水电 皮卡丘的电 更加容易传到 最后派的都多 承担着伙伴一切 对多始如撞击 都此刻也意识到 这是圈套 直言展示不错 但是这攻击力多 根本就伤不到我 可悲啊 你们的力量太弱小了 在多打算下死手的时候 一道身影 抱住了小黄 小黄在弥留之际 感到有人在帮他 但还是说道 若不是长牌的训练家 是打败不了小杜的 别担心 我也是长牌的训练家 我那板木老大 闪了登场 皮卡丘看到板木的到来 突然有些激动 因为毕竟有过节嘛 还有小黄 急于控制住了皮卡丘 但也不及产生疑问 他到底是不是自己人啊 板木老大朝着杜 伸出手指轻轻的勾气 自信从容的笑容 挑衅着杜 但杜也不是好对付的 一般就要使出 透明的泡沫光线 想要见状 赶紧提醒 但板木老大 却一点都不慌 他召唤出体卡暴流 掀起地面的沙尘 让泡沫陷袭 然后在召唤出零多后 将泡沫全部打碎 随后在大招比辟中 板木将自己王牌 大阵锋的精灵球 堵在杜的身边 精灵球刹了间打开 大阵锋飞速使出绝招 双针 三下五初号 就让杜给捆绑了 想要杜不禁感叹 板木的强大 板木也直言 虽然自己是地面系的管主 对地面系之外的其他宝梦 都不是很擅长 但这些大阵锋是除外的 这是从长盘森林里 寻演出来的最强大阵锋 怎么样 你刚刚说力量不足 那我的大阵锋怎么样呢 此时 板木让大阵锋的刺 对准杜的脖子 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从杜的话中 想要此时 才得知眼前这个男人 就是长盘道口馆主 也就是曾经 破坏过长盘森林的人 只要板木要处就杜的时候 板木身上徽章 突然亮起强光 杜的阴谋终于得逞了 回顾之前的剧情 杜翔及其八枚徽章 召唤出洛奇亚 毁灭整个大陆 帮他制造理想精灵国 而此时的板木 就是最后一个徽章持有者 现在大功告成 天一亮 就要倒了正上空 就有梦幻地帮我们出现 杜翔化石一弄飞向天空 没有顾及自己快乐的状态 由于之前的战斗 他早就已经疲惫不开了 但人阻挡在小黄的面前 而杜则一起想看洛奇亚出场 不过 怎么感觉有点怪呢 小黄很气愤 这可是为杜米霞赫赫赫战功的宽奴 他竟然不管不过 艾索宽奴的身上 小黄感受到了宽奴对杜的崇拜 就是要完成 他们这些被人类伤害的把我们的愿望 所以才拼尽全力 但小黄却大声地喊道 为此想被所有的人类是绝对不对的 他来到杜的面前 其实他已经没有了图鉴 即使有 他也不会再去取笑了 小黄所有的精灵 就感受到了小黄的心意 为了自己热爱的把我们的世界 为了全人类 小黄手上五只纪念全部进化 这一体是 本来要进化成龙岩 必须要通行进化 而这点竟然就直接进化了 而且绿宝虫还连进化了两次 只是为了让小黄飞上天 和杜正面对决 此时 小黄正面的队伍 已经完成了蜕变 分析是多次举手 龙岩 拉达 巴大胡 和皮亚丘 杜正在这原来的那些 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此时的夏波也醒了过来 小智与小南 小猫他们也顺利会合 他们都看了天空上 骑着巴大胡的小黄 小智发现 地面上还随着巴大胡 蜕变后留下了蚕丝 蚕丝连接的 正是天空的巴大胡 与小黄 所有大海的训练家 召唤出了自己的最强纪念 把所有纪念的力量集合 沿着了蚕丝 传出给小黄 长安森临 此与小黄所谓大杂力量 此时 所有训练的期望 命运 能量 都会在小黄的身上 正好说朝曼森尼 围护了孩子们之间的宿命对决 那就让这位小女孩来收尾吧 皮亚丘接受精灵们的力量 使用了最强技能 百万伏特 在这场下 都被击败了 至此 关注地区四大天王 全部被打败 另一边 白云朗到沿途走过道路上 居然展开一朵花 原来 用治愈能力的小黄 最后改变了徽章力量 治愈了这萧业名漫 尼扫从中的深红岛 潇洒的白云老大 看到这些展开的花 本来还想感慨一番 最后却说 这些对于我 都无所谓 扬肠挨去 火炬的精英干部们 也碰到白云老大 这场商业 和这重建火炬的时候 白云卷让辣兹他们 回到云南的道馆 自己还想继续一个人旅行 这八枚徽章 代表八个道馆宣言诈的初衷 他每个人 都曾深爱着几年 想这份力量 承择世界治愈的根源 用治愈的力量 温暖着曾经 所伤害的野生精灵们 这些天是 在徽章的力量下 西北到岩石的工业废墟 开始重组 拼街 复缩 整个世界 开始变好起来了呢 故事的最后 小黄晕倒在小智的怀里 当起来后 康皮亚就跟小智 拥搬在一起 这才反应过来 是啊 皮亚就本来 就是小智宝梦啊 但最后小智却说到 皮亚就看起来 和你更亲近一些 便让皮亚就送给小黄 这我绝对接受不了的 皮亚就只能是小智的 然小智最后又说 跟着大家一起伺候吧 我呵呵呵了 只能黄篇 以治愈为主题 把最后 入了治愈世界选择权 交给了两位 常满训练家的宿命对接上 都有一辈子 都在治愈童年时 所遇见的痛苦 他拥有常满森尼 赐予她的治愈能力 却没办法治愈 自己的童年遭遇 没办法治愈被污染的童年故土 成长后 没办法治愈自己 畸形的执念 从来放弃自己 他不仅没有保护童年 反而包包梦 作为自己的战斗工具 为其秘误的理想 还堆积罪果 而小黄 则心怀美好 从不把童年当成工具 甚至不想让童年进化 那么多优秀训练家 把吸气 梦想 力量 都压在他的身上 因为他所治愈的 是受伤的童年 让他们知道 有可爱的人类 在温染着他们 治愈着他们 黄篇已经结决 证明了什么 是正确的治愈 借助徽章力量 重新复缩 为人类工业 所破坏的精灵家园 继续人类 要与自然和谐共处 为治愈的黄篇 画上圆满的句号